定期定額要求他 征募所有助理的财产 这不就是借势借端勒索勒征强占吗 这还有什么好不明白的 我说如果今天高桓这个事件 可以公然规定助理回缴所谓的公积金 这个如果无罪的话 我告诉大家 中华民国的法治就乱了 有判例啦 有判例啦 高桓可以 全国的议员都可以 我告诉你军队都可以 所以不要为了一件事情 为了一个人乱了中华民国的法度 否则这种路如果走回头走回去 那就是军阀时代 就是乱政时代的开始 可是小兔讲出一个问题 只有你有 发奖金 发奖金是由高桓的心情来支配 给谁多少就算多少 这就是支配啊 这就表示高桓把这笔公积金当成自己的钱 一个小兔的宝宝